好同學我們接下來要看的是 如果今天我用不同的金屬來做電池的話呢 不是心銅電池拿來做電池的話呢 那我們該如何去判斷電流的流向以及化學反應是如何進行 那根據前面所說的電化電池原理呢 只要有兩種不同的金屬就會有相同的電池的反應 那如果今天我使用銅銀電池為例 用銅銀電池為例的話 我的反應該如何判斷呢 那首先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 我們要用活性表來判斷我們的銅跟銀 哪一個是正極哪一個是負極 用活性表 那活性表的話呢 這個部分是 我相信很多的同學都有在 國二的時候有背過這個活性表的順序 如果你忘記的話呢 我在這邊第一點有提醒你 國中常背的這個金屬的活性表 甲鈉鈣鋁鋁 然後呢這個鑫 那碳的話不寫進來的原因是 因為碳不會行這些 氧化還原的反應 所以我碳我就跳過 然後在鑫 然後鐵錫鉗 然後铜鞏鋰駁 按照這樣子的活性表的順序呢 我們去判斷哪一個是正極哪個是負極 那活性表拿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知道 活性大的呢 這個以前學過了 活性大的 容易失去電子 他是負極 那為什麼是容易失去電子呢 是因為 我們以前學過了啊 活性大的東西呢 它容易 液氧化 容易液氧化 因為它火星大容易氧化 我們前面又提過了 氧化就是失去電子 所以它容易失去電子 那它應該當作負極 那原因是因為呢 我們的電池 對電池來說的話呢 它其實是我們畫過這個符號對不對 這邊是負電 這邊是正電 那對電池來說的話呢 電子是從負極跑出去的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今天我有個電池 長成這樣子 那負極的地方應該是 跑出去電子的地方 也就是說我現在 你現在看這一個電池 這個本身就是 我這邊已經寫好了 這邊是正電 這邊是負電 所以這一整個大裝置呢 事實上呢 我可以把它濃縮成這樣子的符號而已 就是這一個呢 把它放大來看的話 它就是這一塊東西 好 那所以你現在要把握的這個原則 活性大的容易進行氧化 那一樣 如果是同樣的原理的話呢 活性小的話呢 就容易還原 那它就會是變成 得到電子的 然後它是正極 可以嗎 得到電子它是正極 所以 從這邊就會判斷 如果是銅銀電子的話 因為 銅比較 活性比較大 因為銅先出現了 然後銀在後面 有沒有 所以銅的話呢 應該是偏負極的 銀是正極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有同學可能在 心銅電子的時候呢 你會想說 欸 心銅電子裡面 心是負極 銅是正極 那在銅銀電子中 反而銅是拿來當負極 好像怪怪的 那事實上是還好的 你應該要根據活性表去判斷 不是說什麼 銅一定是正極 然後 或是誰一定要是負極 這是沒有一定的 你要從活性表去判斷 誰是正 誰是負 好 那接著這兩個 接通之後呢 銅銀電子接通之後呢 我們要去畫出 電子流的方向 那我這邊已經幫你畫出來了 因為我的銅呢 是負極 銀是正極 所以我的這個 電子是從負極跑出來的 電子流的方向是這樣子 OK嗎 所以你從 銅是負極 銀是正極 你就要知道 電子是從負極跑到正極 好 那如果今天問你電流方向的話呢 你就要知道 它是反過來的 這個電流方向 應該是從正極跑出來 那電流的話 是正電荷的移動 但事實上呢 正電荷沒有真的在移動 那只是我們 一直以來 認為說 好像是正電在跑 後來發現電子之後 才發現 我們以往是錯的 不過電流這個概念 還是被流傳了下來 我們還是 日常生活中 還是會談到電流這件事情 不過實際上 真的在移動的是 電子的流動 好 那再來的話 第三件事情的話呢 我們要去寫出 兩極的氧化還原半反應式 也就是說 兩極個別發生了什麼樣子的反應 那首先的話 是負極它是失去電子的嘛 這我們剛剛說了 所以它的行為就會是 從金屬變成了金屬離子 然後再加上 看它有幾個電子 好 那所以以這邊來說的話呢 我們的銅是負極 所以銅的話呢 它就會 丟出電子 變成銅離子 銅離子是帶兩架的正電 因為它帶兩架正電 所以我需要丟出兩顆的電子 好 這樣子才能維持 這個反應方程式的左邊是電中性的 右邊也是電中性的 有沒有 這個是正二 這邊總共有負二 所以加起來是零 那這樣才能維持電中性 所以呢 這個反應方程式是這樣寫的 那另外呢 正極的話呢 它是得到電子的 得到電子 那看得幾個 那以我們的銅來說的話呢 是銅離子得到電子 銅離子本身是正一架的 這個架數的部分的話 也是各位過去可能有學過 或是稍微知道 銀本身是常帶正一架的 好 那 所以銀呢 按到 來 銀的話呢 它是 平常是接收一個電子 然後還原成這個銀的金屬 所以銀是長上去的 銀離子原本是在充斥在這個 這個溶液裡面 然後呢 接著呢 它跑進去這個銀 這個銀棒裡面 會長上去 所以銀會變 比較粗一點點 會變得比較重一點點 好 那第四的地方的話呢 我們需要根據上面 這兩個氧化還原的半反應式 寫出全反應式 那這個全反應式的寫法 就是把上下兩個 做電鶴平衡 電鶴守恆 把電子數 平衡掉 也就是說 你會發現這個反應呢 銅呢 一次呢 會丟出兩顆電子 但是銀一次呢 只會接收一顆電子 那我丟兩顆 你只收一顆 這件事情呢 是不行的 理論上我丟兩顆 你就要收掉兩顆電子 所以呢 我們需要把它做一個平衡式 那這個平衡方法的話呢 相信各位過去可能有學過 以及我前面有寫過類似的式子 那這個寫法的話就是 CU 它會變成 CU2正 加2E負 那另外一邊銀的話呢 就要把這兩顆電子 給吃下來 所以呢 我們必須要把第二條式子 乘以2 整個乘以2 所以會變成兩倍的AG正 加上兩倍的E負 變成兩顆的銀 然後把它加起來 那這邊的話 最後的結骨就會是 CU加上兩倍的 AG正 銀 然後接著變成 銅離子 加上兩顆銀 所以這個反應的話 你會發現 銅消失的速度 跟銀長出來的速度 是不一樣的 銅消失的速度呢 一顆銅消失 就會有兩顆銀 跑出來 所以銀 兩顆會跟同一顆的速度 是一樣的 你會從這個反應方程式發現 然後把它寫在這裡 這個是你最後最後的方程式 那有人同學說 欸老師那你的這個 2E負不用寫上去嗎 這個不用 因為 我這個地方 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這個 加減等號的處理 這個箭頭像是等號 這邊有2E負 這邊有2E負 我就把它削掉了 那這邊的話 剩下的東西 把它寫出來 這一個是我們的 全反應式 也就是說 這兩個 電解槽 這兩個電解槽 它一起發生的事情 我把它加在一起 也就是說 這一整顆電池裡面 到底發生的事情 總共是什麼 也就是 一顆銅 換兩顆銀出來 這就是我們的反應式 那第五件事情的話 是我們要判斷 岩橋離子的移動 這是常常會問的 那岩橋的話呢 我這邊是裝了硝酸甲 那我們前面有說過的這個原則就是 正往正跑 負往負跑 那原因是因為什麼 因為你看喔 這個銀離子跑上去 長上去的變成銀了 對不對 那這個水槽裡面 這一個電解槽 不是電解槽 這個電池的這個槽裡面呢 它就是少了正電 因為正電不見了 那就少了正電 少了正電 這邊會偏負電對不對 那所以我的這個 正離子要下來 去跟它做電荷的中和 電荷的中和 那所以它就會變回0的狀態 就會變成沒有帶電的狀態 所以正的會跑向正極 那負的呢 就會跑向負極 那這邊右邊的話也是一樣喔 是銅離子跑進來 所以這一杯 這一杯龍液裡面呢 它會多了正電 它多了正電不行啊 沒有一杯龍液會帶電的嘛 所以負電荷就下來跟它中和 讓它也是保持是 呃 沒有帶電的狀態 這是我們的岩橋的移動的方式 再來第六點是 它如果問你說 欸 這個電極可以換成 什麼 惰星電極嗎 到底可不可以換呢 好 那第一點 第一點的話就是 如果今天它是正極的部分 正極它是得到電子 正極是得電子 正極是得電子 在這邊 史數是我們的銀 它是還原反應 我都是這樣判斷的喔 得到電子 所以它是還原反應 然後真正參與的是 金屬離子 所以可以更換 什麼意思呢 電子進來之後 它是跟銀反應的嗎 還是跟銀離子反應呢 它真正在反應的呢 你看到了 正極的反應是裡面 我們的反應物 我們的原料呢 是電子 還有銀離子 跟銀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銀離子發生反應 所以呢 你這一根銀棒呢 事實上可以換成 惰性的電極 那惰性的電極 那惰性的電極指的是什麼呢 這個前面有稍微提過 惰性電極的話呢 指的就是 比如說碳棒 比如說碳棒 或者是 我們常用的是薄棒 薄棒 或是薄的那個 一片薄這樣子 就是白金啦 用碳 或是白金 當作惰性電極 好 那基本上惰性電極就是這兩個 好 那所以這一個 是可以 這個銀是可以用這兩個 碳棒或是薄棒 下去 替換的 好 那是可更換 那負極的部分的話呢 負極的反應呢 它是失去電子 它是氧化反應 失去電子 所以它是氧化 它是丟出電子的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的反應物是誰呢 來 負極的反應物 反應物在這裡 它是銅 會丟出兩顆電子 對不對 所以原料是誰 原料是銅 所以 銅棒本身會越來越少 也就是說 它的銅呢 是 反應物 它是原料 所以是不可以換掉的 這個銅是不可以換掉的 好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大家要注意一下 它常問的什麼東西 那最後最後的話呢 它可能會問你 安培劑或減流劑指針的方向 那安培劑的話 它測的是電流 減流劑測的是電子流 於是呢 你會知道 安培劑的話呢 它跟電流的方向會相同 也就是說 我這一個這邊畫的是 好安培劑 那就是安培劑對不對 安培劑如果指針原本 原本是指向0的位置 那此處的話 它會向左偏還是向右偏 答案是 它會向右偏 它可能指到一個10 好安培劑 這個等級 因為呢 電流是這個方向在流的 可以嗎 電流是這個方向在流 所以指針原本指到這邊 它現在就會變成指向右邊 那如果是 如果是減流劑的話 減流劑減的是 減測的是 電子流 那電子是這樣子流的對不對 所以呢 那個指針呢 就會從這邊 編在這邊 那這邊的圖片的話 目前是寫 好安培劑 那事實上呢 減流劑的代號呢 是G 在這邊 大家注意一下 減流劑的代號是G 畫一個圈圈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是 在講解 如果你遇到不同金屬的時候呢 你該如何去判斷 以及如何作答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一些練習 來 我們來看一下第四題 第四題它說 今天我有 甲一柄三種金屬 然後 任取兩個 製成 三組電池 XYZ 三組電池 他說 這三個電池 的裝置 和放電的 流動的這個電子流動的方向呢 他有畫給你 然後他問你 甲一柄三個活性大小順序為何 那你有發現 這題在問什麼嗎 事實上呢 他只在問你這一個 你只要問 第一點 這邊 透過活性表 去判斷 正極跟負極 以及電子的流動方向 那這題的話呢 因為 它是什麼 它是甲一柄 你根本看不出來 它是哪一種金屬 所以我們看的是什麼 是反過來做的 我們看的電子的移動方向 去判斷它是正極還是負極 那正極跟負極就隱含著 它的活性是大或者是小 那以第一個電子X為例的話呢 你會發現電子是 電子是怎麼跑的 是這樣子跑的 所以呢 失去電子一端的話呢 這邊是負極 那乙的話呢 這邊是正極 那根據我們前面的活性表 判斷誰是負極還是正極 這件事情的話 你會發現 這時候呢 應該是甲的活性比較大 所以我就寫甲大於乙 這個是活性 甲比較大 因為活性比較大 所以它比較容易氧化 那氧化就是丟出電子 所以甲是容易丟出電子的 所以我們現在的電子流的方向 才會像這個 它畫這個方向 再來 同樣的原理 你就知道了 電池Y也是一樣 就是甲這邊呢 會變成負極 並這邊是正極 於是你知道 甲的活性 要大於乙的活性 再來 以此類推的話呢 電子Z呢 反而變成 這邊是正極 並呢 是負極 於是你從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乙的活性應該要大於乙的活性 這樣可以嗎 所以 中上所數的話 你稍微整理一下看看 你就會發現 喔 甲是最大的 再來是誰 再來是乙 最後是以活性大小順序 就按照這個方向去寫出來 所以這體的話呢 我們要選 C選項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立體5 立體5的部分的話 是新銅電池 好 那這邊就不是什麼 不同的金屬 這邊就是純粹是新銅電池 那 它用的東西呢 是第一個 新銅電池 那 右邊這個圖2呢 反而是 不知道什麼金屬 那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需要考慮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 新銅電池 它提醒你的 我的減流計方向是朝 你們看一下減流計方向 它是朝這邊的 對吧 所以代表說 電子流是這個方向在移動 所以這邊的話 其實第一個提示 根據你剛剛的思考 跟概念的話 其實第一個提示 對你來說可能沒有太大的用處 如果你前面都聽得懂的話 因為它其實在提醒你 電子是這樣跑的 緊實而已 結果它問的是 圖2 圖2 它說 電池的負極跟電子有流向 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你知道減流計是向 右偏嘛 所以呢 代表說我們的電子是 這樣子流動的 對吧 好 那 這樣子你就可以判的出來 判的出來 金屬X跟金屬Y 誰是正極 誰是負極 好 這樣很容易了 金屬X是負極 金屬Y是正極 可以嗎 所以這個敵數 稍微看一下 它問的第一個是 誰是負極 有沒有看到 它全部都問的是負極 那誰是負極 金屬X 所以你的C選項 跟珠選項可以先刪掉了 再來 A跟B的話呢 剩下是什麼 剩下是後面的敵數 那這件事情的話 你不用看圖也回答出來 電子應該是從負極流出 不是從正極流出 這應該是你在前一張所學的概念 不是在這一個單元的東西 可以嗎 所以這一題的話呢 直接給它A選下去 就結束了 這個是105年的會考題目 非常的簡單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立體6的部分 立體6的話呢 是一個心銅電池放電的情形 他說 他說 反應式他給你 是 心加銅離子 會變成 心離子加銅 然後他問你現在 下面哪一個反應式 跟心銅電池放電的時候的反應式 是一樣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A,B,T,豬選項 個別會 執行什麼樣子的反應 好 那要跟心銅電池一樣喔 所以 A選項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是什麼 這個是芯片直接放在銅 大家有印象這個東西嗎 芯片直接放在銅裡面 會發生什麼反應 因為呢 心的活性 會大於銅 這個我寫一下 這是活性的部分 因為活性的話呢 是 心大於銅 所以 心比較 心比較喜歡什麼 變成離子狀態 他喜歡丟出這兩個電子 然後銅的話呢 就會跟你 銅離子的話呢 就會跟他接收 這兩個電子 變回銅 欸 那所以這一個全反應式 你把它加起來 你就會發現 它是心加銅離子 變成心離子加銅 對吧 所以這一個A選項 其實就是答案 就是這麼簡單 好 那這裡的話呢 其實事實上 大家還記得我們在講 心銅電子之前 我們在講什麼 我把心 跟銅離子直接接觸 反應物直接接觸 事實上 本來就會發生氧化還原反應 但這個會有個缺點是什麼 我們沒有辦法把 這個化學呢 轉成電能 所以 於是呢 我們才把裝置放成 心銅電池那個樣子 中間用一個岩橋 然後呢 接著上面用導線連接 這樣子我才可以確保 電子的移動是這個方向 在這個過程中我可以放一顆燈泡 被放一個燈泡 那燈泡有可能會亮 這樣才可以用這個點 如果我直接接觸的話呢 它會把能量直接轉成熱能 就散失掉了 所以A選項的話 這個東西 雖然反應是一樣 但是它不能作為電池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會直接反應掉 變成熱 那 我們再來把剩下的題目看完 那剩下的話呢 BC株選項呢 好 B選項 B選項 這個東西 它是 什麼樣子的反應呢 首先的話呢 你要先知道 C硫酸 它會跟誰反應 那 C硫酸的話呢 它會跟心反應 好 C硫酸 它跟 你可以寫下來 C硫酸 好 它是 會 我這邊先寫不與 不與 銅反應 它是不會跟銅反應的 C硫酸是不會跟銅反應 銅會跟誰反應呢 這邊可以稍微提一下 銅很多強酸都不怕 就算是濃硫酸來 它也不怕 濃硫酸來 它也不怕 但銅怕硝酸 這邊可以稍微提一下 銅呢 它只會和 硝酸反應 不論是吸的還是濃的 那如果你有稍微學過這個化學概念的話呢 銅跟C硝酸呢 會形成 一氧化氮 會跑出一氧化氮的氣體 如果是濃酸 會跑出 非常毒的 二氧化氮的氣體 是紅中色的 那如果你沒學過的話 就當作 一個額外的小知識 聽一聽 那再來 C硫酸的話呢 它會跟 C硫酸 它會跟我們的 心反應 變成了 硫酸心的溶液 這邊的話是溶液 所以我寫 AQ AQ是水溶液的意思 也就是說它其實是 心離子加硫酸根 然後呢 那接著呢 它還會跑出我們的 氫氣 氫氣的話是氣體 它會往上 所以它會有泡泡 這個冒的泡泡就是氫氣 於是呢 你會發現 B選項這一個 反應式呢 事實上呢 它不是 跟 心酮電池一樣的反應 第一個 同步反應 然後再來呢 C硫酸跟我們的 心 會發生反應 跑出氫氣 跟 產生了 硫酸心的水容易 那這個 跟我們心酮電池是不一樣的 那接著 再來是C選項 C選項它是什麼 把我們的 銅跟心 放在硫酸心 那 這裡的話呢 銅呢 是不會 銅 不會 銅 不會變成 它不會變成 銅離子 但是 它活性小 因為 銅 活性比 比較小 它比心還要小 所以 比起 銅變成 銅離子 心變成 心離子 心比較喜歡 應該說這個 反應的話 比較會去向 心變成心離子 但是 此處 你會發現 心早就已經是 離子狀態了 所以呢 事實上呢 心呢 也不會 變成 心離子 後面就一樣 它不會變成 心離子 因為 外面也是 心離子 沒有人給它 沒有人要接收它 丟出來的電子 那就沒辦法了 那就沒辦法了 所以此處呢 你會發現 我們的 心跟銅 都不會跟 硫酸心反應 因為裡面本來就是 心離子的 可以嗎 銅不會去 銅不會去 那個 銅不會變成 它不會丟出電子 因為它本來 外面的心已經是 丟掉電子的狀態了 也就是說 外面的這個 溶液的狀態的 這個心呢 已經是離子狀態了 它沒有辦法再反應了 那 這個情況就是 C就是不反應 C完全不會有反應 那 豬選項的話呢 他把銅放在硫酸心裡面 那銅放硫酸心的話呢 這個就是 跟C選項一樣 就是 它不會反應掉 就是 它就是 豬選項這個 它就跟 C選項的這一支 是一樣的反應 就是 它不反應 因為外面已經是 已經 氧化過後的心 氧化過後的心 就不會再跟銅反應了 那 可是呢 心會跟氧化過後的銅反應 就是 A選項這個 心可以跟氧化過後的銅反應 但是 銅沒辦法跟氧化過後的心反應 原因是因為 心的活性比較大 就這樣子 好 那以上的話呢 是在講解這個 不同金屬 的 電池 該如何判斷 跟如何做題 的一個方法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先到這邊 待會呢 我們會來介紹 生活上 常常見到的一些電池 的一些特性 還有一些反應 好 謝謝大家